一粒朱古力就可以影響國家安全? 真的嗎? 日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 發現有還押或在囚者 壟斷探訪物品供應 朱古力和女士用的髮夾等物品送到監房 用來招攬追隨者 令其他人更加憎恨政府 鄧炳強自然一出,隨即引來反對 但其實稍微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 警告著非無的放置 反修例暴動後仍然有人死心不惜 試圖以不同的手段 試圖保持抗爭的溫度 監獄內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環境 在囚者處處受制 朱古力和發夾等正是監獄中的奢侈品 鄧炳強所指的正是有人利用這些奢侈品 嘗試建立勢力 道理很簡單 這批囚犯始終有獲釋的一日 在監獄在拉幫結派 目的不是要在監獄中稱謊稱霸 而是要保持所謂的抗爭溫度 甚至是仇恨的熱度 期望在出獄之後 仍然可以凝聚到自同到後的人 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監獄中如是,監獄外亦如是 對反修例暴動死心不惜的人 包括立法會前社福介議員少嘉津 積極推動支援在囚者的活動 美其鳴提供所謂的心靈支援 但實際上是要讓囚犯們持續感到溫暖和支持 無求令這些囚犯相信自己不單止冒錯 而且有社會背書和認同 所以不用為所作所為感到後悔 監獄本來是一個被犯錯者反省和改過的地方 結果在上述人的操弄下 反而有可能成為散播激進化思想和培育暴力抗爭者的溫床 上述的分析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智庫組織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在書籍點解擊進化中就提到 監獄有其特別的氛圍 是一個有利於極端思想傳播的地方 主要原因是在囚者和外界相對隔絕 需要在獄中尋求自身的安全感和社群感 極端組織艾爾蓋達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個組織成員積極在獄中和其他在囚者傳教 成員們都似著恐怖主義分子的威風身份 比其他在囚者有一種可靠感 直以吸引更多尋求安全和社群感的在囚者加入成為同伙 趁機不斷傳播極端思想 另外阿爾蓋達甚至專門為成員提供坐牢指引 教導成員如何在獄中以最短的時間將其他在囚者激進化 並且招募這些被激進化者成為新血 香港市民都習慣了生活在安全穩定的環境 對恐怖襲擊、恐怖主義的危害大多認識不深 但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所說 香港對激進化沒有天生的免疫力 社會各界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畢竟恐怖分子一個都嫌多 市民必須齊心合力 才能阻止激進化思潮 在香港繼續蔓延